其實骨質疏鬆的治療 如果一個病人確診了骨質疏鬆 單純吃鈣片和維他命D 就不足夠去治療骨質疏鬆 是需要有一些特效的藥物 而在香港其實已經有八種 可以供處方的骨質疏鬆特效藥 是可以醫治好骨質疏鬆的 醫治的意思是要用藥物 要吃維他命 要有足夠的維他命D和鈣 三樣一起骨質密度就會逐步改善 一個一個改善之下 其實他可以脫離骨質疏鬆的數值 其實骨質疏鬆是一個無色無色的病 他最初是沒有任何病徵的 當他一個不幸是跌倒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是骨折 通常如果是一個比較年輕的 例如五、六十歲的人第一次骨折 通常都是一隻手扶著 所以就會是手腕骨折 他再不理會的話 例如一再跌倒的話 可能會跌倒腰骨 便會有腰骨骨折 到最後 例如七、八十歲 都仍然沒有醫骨質疏鬆 骨質密度再叉下去 一跌下去便是鼓骨骨折 鼓骨折通常很嚴重 有些病人要坐輪椅 或者走不關路 其實那個目的我想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區議會 喚醒到街坊朋友 首先就是正確地認識骨質疏鬆 因為有時候骨質疏鬆有很多謬誤 無論是年輕的或者年紀大的 年紀大便以為沒有醫治 年輕人不及早預防 所以首先透過這個活動 正確地教育到市民 什麼叫骨質疏鬆 如何預防 或者去看看自己是否高危 即是骨質疏鬆的一族 如果是高危一族的話 可能要做一個更進的檢查 如果有骨質疏鬆 確診了的話便及早治療 我們作為醫生 我們不希望病人真的斷骨 才知道自己骨質疏鬆 因為這是很可悲的事